今天是柬埔寨制衣女工索丰发新的日子 和这个国家其他60万工厂工人中的大多数一样 索丰每个月把钱寄回乡村的家里 索丰把钱交给汇款公司 并把一个密码告诉他父母 他父母到本省的代理机构立刻可以拿到钱 我每个月给家里寄一次钱 不过我寄的很少 只相当于二三十美元 就在几年前 人们还要通过汽车送钱 代价昂贵 而且有被偷的危险 新技术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帮助了柬埔寨贫穷乡村地区人们的生活 现在柬埔寨几乎人人都有手机 亚洲基金会的一项调查显示 从2013年到2014年 智能手机的使用增加了30% 2013年 柬埔寨最大的国内汇款机构 羽翼公司经手的国内汇款超过了10亿美元 羽翼公司首席商务官昆·弗兰达拉说 他的公司从肯尼亚和菲律宾成功使用手机汇款的业务中得到了启示 过去 在羽翼公司成立之前 在城里打工的柬埔寨人就有寄钱的需求 他们主要是国内第二大产业之一夜的工人 他们通过出租车把钱送回乡下的家人 这是一种非正式渠道 收取的费用很高 也不安全 像索丰这样的工人收入微薄 对即使微小的汇费变化也很敏感 因此手机汇款的推广深受欢迎 美国之音记者德卡特雷特报道 给它的相在内的工人 比如这时候üğ 拿不存钱 让这向下度脸家他 正确炖一版本 用了奥和菲律宾 凉使用语外ment